来到营楼站在门口不断张望 包包掏来掏去看似要拿钱付款 没想到伸手一抽拿走桌上的金项链 多门把腿狂奔 老板赶紧追出店外但已经为时已晚 解放货报后连夜追气 短短半天内 成功寻线逮到林姓女范贤以及共犯男友 有股票哈 手 手牙 手牙 你好 我告诉你完天 说发在周四晚间7点多 先被永和发生营楼抢案 林姓女范贤搭乘捷运来到顶溪站 徒步前往附近的营楼 挑纵价值8万5千元的金项链 向店家说想要刷卡 结果拿了金项链抢了就跑 立刻拦计程车逃离现场 途中再改搭另一辆小黄 直奔阴哥 最后由共犯男友骑车借印 随即找营楼销赃换现金 哪一家营楼 等一下 哪样去看 知不知道 远景团团包围 地上摆满证物 原来他和男友因吸毒缺陷滑用 联手计划抢营楼 于案发后12小时内 流行警大队及三峡分局支援 将两名犯前在三峡地区查契道案 狡猾并换交通工具 企图躲避追契 但最后还是逃不过井网包围 全野将一抢夺 切到毒品等罪 移送新北地检署偵办 接下来杨桥宠关于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